大家好,我是小的 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四 再过四天就要到腊巴节了 俗话说,过了腊巴就是年 也就是离春节越来越近了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 今年这个腊巴和往年不同 因为今年这个腊巴刚好和大寒节气是同一天 也是很巧了 在我们农村有这样一句俗语 就是说腊巴欲大寒,三白定丰年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 今年的大寒节气是在腊月扑巴这天 也是阳历的1月20号 从今天算起,还有四天就到大寒节气了 这个大寒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月20号左右 是比较固定的 但是从农历来看,这个大寒节气就不固定了 虽说大多都出现在腊月 但是刚好和腊巴节同一天 这样的年份也是很少见的 那对于大寒在腊巴节这天 为啥说是腊巴欲大寒三白定丰年呢 其实这里面也是有着预示天气的意思 首先在大寒这天 我们农民希望这天会下雪的 毕竟这个大寒和小寒这样的天节气 如果说下雪了 那么来年的年景就会很好 在农村的老人认为 如果在腊月里想不下雪 那么来年必然会有干旱的天气 那反之要是在腊月里下雪了 而且在腊月出现超过三长雪的天气 那么明年一定就是个丰收年 这个也就是咱们说的三白 所以说俗语 腊巴欲大寒三白定丰年 也是一种期盼 毕竟在农村也有这个该冷就冷 它有年景的说法 那大家都知道只有在寒冷的天气 它有可能降雪 实际上今年也确确实实非常的冷 也是一个很寒间的冷冬 以前的时间 零下十度的天气 已经说是刷新了 多年的这个历史记录 而且从下周期 我们又即将迎来这个寒潮天气 那个时候呢 刚好就是恰逢腊巴和这个大寒是同一天 而且它们又处在这个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时候 这个大寒了 它有预示着寒冷到地 再加上这个腊巴有这个说是冻掉下巴之所 这个凉凉相遇 后面就说明今年这个冬天啊 是一个寒冷寒冷的冷冬 越是在寒冷的冬天呢 就越容易出现降雪 那么此时如果降雪的话 就会对这个农作物有很大的帮助 就像此时的小妹啊 冬盖三层棉 来念枕这馒头水 说的就是 如果说冬腊月的时候 雪下的越厚 未来这个庄稼呢 就会大丰收 此时呢 现在已经进入腊月了 今年的腊巴越大海 天气呢 也就是越来越冷了 看来这个三白定冬年呢 就是白色定定的事情了 最后呢 也温馨呢 提醒大家 下周呢 我们这里又是将迎来一次寒潮 一股冷冬气又要来袭了 大家呢 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暖措施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